大家好我是賈斯伯 那本期影片呢帶大家來看一下FAMG這個禮拜的一個表現 那第一張圖呢是FacebookMeta 那基本上呢這禮拜有上漲一些 目前的話價格是在216 我畫了這個框說真的也是花了好一段時間 下面的支撐呢是150塊 那上面的這個壓力是230 那現在從這個最低點88 88漲到現在200多也是漲了超過100% 但是我個人老冠真應該都知道 我並不是很喜歡這個FacebookMeta 但是呢我還是跟大家講啦 假設你今天是這個Facebook的投資者的話 他只要不要去跌破 因為你看到150到170有一個很大的突破缺口 基本上就是有一股很大的資金呢 他看好這個Facebook後面的發展 或者是有可能是他跌升了 所以說他強力的就進駐 他只要不要去跌破這個缺口150塊錢的話 他理論上就是持續的去往上 持續往上 第二個呢我們來看這是亞馬遜 這亞馬遜是周線圖 那基本上呢也是一樣在這個框裡面盤整 下面的支撐是180塊 上面呢是105 那最近的價格呢已經來到了105左右 我個人認為啦 只要亞馬遜他在美國的地位 目前是龍頭嘛 只要這個地位沒有被競爭對手給追上的話 那現在坦白講都是一個不錯的點 你只要買在890塊 甚至是100的話 那我就後面呢應該都是蠻可以期待的 這是奈菲 那奈菲的話這次我們用月K 月K來看一下 你看哦 當時啊在一年前的時候呢 猶豫猶戲嘛 就火爆全球 那當時呢就講說啊這個Netflix 還要再拍續集啊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的韓劇啊要出來啊 利多頻傳啊 結果想不到那是一個最後的一個利多 所以哦各位 當我們在市場上聽到好消息的時候呢 我們要特別的提防 那如果說當我們聽到壞消息的話 其實我們心裡要竊喜啊 哎我們要賺錢哦 就是要跟市場反著幹哦 結果後來一年前就假讀破 那真大跌 從700塊最低跌到100多哦 這跌去的七八成了 非常非常的誇張啊 哎可是呢想不到哦 他跌到100 100 150 160左右 哎現在呢已經 漲到330哦 等於是漲了一倍哦 非常的厲害 而且呢也漲回來這個抽碼的區間 下面支撐是250塊 上面大概是在380哦 那你問我說哎這個奈菲啦 他漲完了嗎 我個人覺得啦 他當然是漲了好一大段 可是呢 應該還是有的再繼續漲哦 這概率是蠻大的 我們來看這蘋果哦 那蘋果呢 最近就來到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位置哦 我畫了一條斜線哦 這白色的這個線呢 就是一個下降壓力線哦 蘋果哦 不愧是在美股裡面哦 非常非常抗跌的股票 很多腰股啊 都跌了80%到90%以上 可是蘋果哦 他跌的比大盤還來的少 大盤大概跌了三成到三成五 可是蘋果大概只跌了兩成到兩成五而已哦 哎算是全球致敬的一個避風感哦 所以各位哦 為什麼我們要買好的公司 尤其是龍頭的公司 有定價權的公司 因為這些公司呢 哎他跌的時候特別抗跌 啊漲的時候呢 又像火車頭一樣 帶大家往上漲哦 蘋果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哦 那每一個國家都有屬於他的龍頭股 好比說 像 呃美國就是蘋果嘛 對不對 FAMG 那在 好比說中國道路的話是 騰訊啊 或者是 貴州茅台哦 那在台灣的話是那個 呃台積電嘛 對啊 那在美國的話 肯定就是那幾個 五大商社什麼 山井啊 玩虹商社啊 等等啊 我相信在 西大坡馬來西亞其他國家應該也都是有 當地的一個龍頭哦 所以 你只要建立起幾個龍頭的話 然後買在一個相對的低點 你長期持有 坦白講啊 你很容易賺錢 嘿 各位啊 這個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你要知道 在這個市場上呢 有90%的人 都是在賠錢 耶 所以你只要不賠哦 你能夠賺錢啊 基本上你就吊打了一大堆 一大堆的投資者 那現在呢 這幾天 我錄影的這個價格呢 也來到了這個下降趨勢線的一個附近哦 那今天我會這樣的話 代表全世界的投資者呢 也都會畫這條線 所以他們呢 怎麼講 空軍肯肯定就會集結啊 所以說等於是 到底是多軍強還是空軍強 這個當然我們不要去預測市場啊 對不對 因為說真的沒有人可以知道說 到底會發生什麼樣事情 可能有什麼黑天和出現啊等等啊 嘿 但是長期來講啦 我相信蘋果是一個好的公司 他只要如果說真的能夠去克服 這個下降趨勢線 而且呢 就不要再跌回來了哦 那基本上 整個美股應該就動起來哦 但會不會有可能再修正 有可能啊 誰知道 他要正正正正到什麼時候啊 像這種大股票 我個人覺得啦 基本上好 肯定有什麼主力啦 都是政府啦 中價是控盤的啦 花朽街那些 很大型的一些機構聯合起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情況啊 但是我個人還是希望啊 就是蘋果 就加油啊 衝過去吧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太太他蘋果買的價格 他最近一次的加倉是買在146左右 給大家參考 各位好 這個是Google 那Google呢 很明顯你可以看 我畫了一條粉紅色的下降趨勢線 這也是一個壓力線 哎怎麼看呢 你把幾個點啊 幾個頂點呢 就大致連起來 哎 畫一條線 哎很奇怪對不對 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你只要會看這個趨勢線的話 基本上你就大概知道 他到底是有多轉空了嗎 還說他還是 啊有有空轉多了嗎 還說他還是停留在一個空頭啊 那我個人認為呢 Google就非常非常明顯啊 他現在已經對不對 已經開始要慢慢往上 開始慢慢的去做一個轉向 而且Google在這 二月份三月份的時候 我當我做影片 哎差不多在90到95的這個時候呢 我也是跟大家講 這個點哦 大概很大概率是非常非常 非常不錯的一個點 哦 新的觀眾呢 可以去看看我一兩月前 說講Google的這些影片 我想我應該是沒有亂講話 那我太太呢 買在90塊錢哦 這個我也是跟大家報告 已經講很久了 哈哈 對啊 那現在呢 我錄影的這個價格是在108 對啊 那我不知道大家也沒有買哦 哎 你可能有些有些人有買 但是有些人可能覺得Google不好 或者說他可能有其他更喜歡的標的 我覺得都無所謂 你只要盡量的不要用槓桿 然後買好的股票 買在打折的一個價位 你長起來講應該都是很容易成為贏家 好 那至於呢 如果說你問我哎 賈斯波啊 那Google這個還會在網上漲嗎 我個人認為呢 美股到盤哦 應該都還沒有整個啟動啊 現在呢 還是有很多像好比說戰爭也沒結束啦 對不對 然後 然後那個 疫情啊 也還沒有完全的結束啊等等啊 雖然說很多地方都開始解封了 對啊 然後升息啊 的疑慮啊等等啊 都還沒降息啊 所以我想呢 現在 的對美股來講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小case 所以 如果說你買在一個很低的點的話 哎 你一定要報警處理啊 說不定這是一個很大大的波段 Microsoft 跟Google 基本上就差不多 畫一條粉紅色的下降趨勢線 好 那只是說 因為Microsoft最近就是有人工智慧嗎 确的GPET 是吧 所以說他就領先的去做一個上漲 很明顯他已經整個轉向了 從空然後轉到多 而且第二個各位可以看 我畫了幾條 就是巨荒色的水平線 這是一個底部啊 小底部小底部小底部 現在的底部啊 都逐漸在墊高啊 所以 用屁股箱也知道啦 對不對 這Microsoft 就開始 怎麼講 大概九成以上啦 就是在 轉多了啊 對啊 所以 很多人還是質疑這個市場啊 還要慘過2008啦 還要 金融海嘯啦 其實我覺得都無所謂啦 反正呢 這個市場上 我們不需要說 去說服所有的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件 我覺得很好啊 反正呢 誰能賺錢 誰就是贏家嗎 那 如果說賠錢呢 說再大聲也沒有用啊 是吧 但是我個人是這麼看啊 現階段 的確 美股就開始慢慢的往上了 那 當我的 要點呢 就是買一些好的公司 你這樣子一年之後兩年之後 才會笑著 去看其他的一個 投資者 好 那我今天影片好 就到這邊 我這邊 再補充一下 像那個 Google 大家都知道優覽器 是那個 Chrome嘛 對不對 然後 Microsoft的優覽器 是 Edge啊 那 不用說嘛 現在的 Chrome 目前呢 還是佔據了大部分的 優覽器市場啊 那為什麼 我會特別想講這個呢 是因為 這一兩禮拜的時候 當我在開 我也是用Chrome啦 當我在開這Chrome的時候呢 我發現 非常非常非常的卡 我沒有看很多 我就是開一兩個網頁 而且是很正常的 他比如說 Yahoo啦 或是說一些其他的 什麼 那個新聞網站啊 就當掉了 整台電腦當掉 我真的是氣炸了 我真的很生氣耶 我這台電腦大概用了 兩年了 我記得我在一兩年前的時候 當時啊 全新的電腦 我用Google Chrome 一開開30個分頁 50個分頁 每一個分頁都非常順暢 但是現在不知道怎麼搞 就當掉了 非常非常誇張 後來我一怒之下 我就把Chrome給刪掉了 結果發現我的 怎麼講 硬體啊 多了30GB耶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會多那麼多 然後我就改用了這個 Microsoft的Edge 那我這個Edge用了一兩禮拜 那目前為止呢 我覺得Edge 算是 蠻不錯的 到目前為止 都非常非常的平穩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如果說今天 業科技公司 他停留在自己的舒適區 他不改進的話 他對手就是虎視眈眈 會追上來 那當然我知道Edge 現在根本是 還是很難以撼動 Google Chrome的這個地位 但是如果說 隨著Edge 他不斷的去改進 那Chrome假設 也是有為人勾兵的地方的話 那 以後路使誰手就不知道 好 那這個是題外話 就跟大家閒聊一下 好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